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对传统 对经典的尊重 对未来民族文化的乐观令人感动 还有听众评价说 这篇演讲虽然是寄信的 但具有文献价值 值得传播 值得收藏 所以呢 应大家的要求 在这里将陶海星老师这次演讲的视频整理以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思考 首先呢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陶海星老师 他是一名当代学者 画家和书法家 长期在新闻出版和公益事业领域工作 恢复高考以后 他首届考入了清华大学 是一名工学硕士 一直从业于教育和传媒领域 具有文科和理科的背景 他自幼研成佳学 研洗国学与艺术50多年 是一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 陶海星老师的书法和绘画作品 在国内外长期展览拍卖 在众多的收藏者当中 有国家元首 各界名人 联合国组织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顶级的文博机构 在国学和艺术领域 特别是在书法领域 陶海星老师有着他深刻的领悟和独特的见解 下面呢 就有请陶海星老师开始这次的话题 书法的现在和未来 非常高兴有这么个机会 跟大家交流我对书法学习和长期以来学习练习 包括教学的一些思考 做一个分享 这个书法呢 是一个好像很难说清楚的问题 好像既是很高深莫测 又很通俗易懂 另外书法作为中国的国粹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呢 一直在理论上呢 类似于各种这个中医学说和一些甚至阴阳这个八卦这些学说 所以好像很高深 但是书法又是时常能见到的 甚至是亿万人都在洗脸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又好像很通俗 尤其是书法永远伴随着国运 任何这个 我们这个民族 中华民族在好几个历史阶段 书法都起着很重要的这个唤醒民众或者激发精神的这么一种作用 所以呢 在当前书法就又再次的热了起来 这让我们很欣慰 我提供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在国内的时候主要从事的是新闻出版工作 我曾经连续十年是中国三月份开两会的助会记者 我曾经四次参与到中国书法一些老先生们上书 尤其在政协和人大会议上 叫做提案和议案 我帮着他们收集资料 甚至参与起草 一共前后四次都是提醒 不能把中小学的书法停了 书法是很重要的一个传统文化 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消息 因为我对书法的热爱也是一些老先生的一些诉求 但是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多事都忙不过来 谁还管书法 这些事我就觉得再没有希望了 但是从前年开始国内陆陆续续 开始恢复书法的教学 中小学恢复书法课 据说现在都成了必修课了 那么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但是由此带来的就是师资各个方面都不足 所以让人也很忧虑 另外的就是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书法界也是一片 可以说一片荒芜 也是一片乱象 有各种称作丑书啊 等等这些这种民间的书法活动 和这个市场一挂钩以后 有一些乱象 另外的就是说书法这样一个 作为书法艺术协会这样一种体制呢 在国内也早已经演变成了一种 政府结构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对书法的一些行政推广是有利的 但是对书法是不是能够做一种学术发展呢 也是有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也做了一些思考 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想法给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